大家好,這是Moji 今天呢,我們要玩一款恐怖探索簡謎的RPG 那這款時間大概是半個小時至一個小時不等 有三個結局 本作品包含了驚嚇、血腥以及古怪的描寫 他說為了更好能體驗遊戲的氛圍 那希望是說不推薦家屬 就是要我們慢慢走這樣子 物品的話需要在菜單中使用 那其他部分應該沒有特別的設定 那我們就直接來開始遊戲 博士 這個孩子叫修 又像往常一樣被人醒了呢 阿對了,這款我剛剛沒有介紹 這個好像是一對雙胞胎的故事吧 之後青的話是他的 青好像是他的哥哥 是哥哥吧 我也不知道欸 應該是哥哥 青菜的時候一直睡得都很好 阿,月島純美 你好 你好安安 歡迎來看台 一想到青就睡不著了 欸,可以動喔 我剛剛想說 以為他還有那個 話要說 書背上有一張合影 青 你到底去哪兒 沒有你 我好寂寞 應該是哥哥 我覺得 以我的直解 欸,不能存檔 很好 我有點 有點 有點 害怕 許多的書 都是青的 這樣的話 我要找存檔點 欸 好 叫你月島 嗯 這個盆栽 是我和青一起養到現在的呢 櫃子被鎖住了 那存檔點 這是什麼 幾封小小的信 毒吧 而且那熊熊為什麼倒在地上 我們 青和修 發誓當一輩子的兄弟 兄弟之間 最不能忘記的是在困難時 拉對方一把 最不能拋棄的是 是與對方同甘共苦 患難與共 親不親 手足 欸 親不親手足 親一事 好不好 兄弟半到老 2003年4月19 是永遠 三個愛心 喔不對喔 有四個愛心 這個是哥哥寫的嗎 這是 放著兩本日記 自從親失重後 我就沒有再寫過日記了 喔是亂取的 好 怎麼突然畫面轉黑 寫好了嗎 還沒 寫好了嗎 那個書 看起來根本 不像日記 你真 你真末機 快點寫完我要看 真是的 你怎麼 對我的日記感興趣 不是說好我們交換的嗎 那你也不至於那麼期待吧 我覺得他們兩個 如果是雙胞胎的話 寫的東西應該會差不多 我 他笑了他 笑什麼 你的字好像蚯蚓在爬 要你管 我根本沒認真寫好嗎 可就是很難看啊 你不要咬指甲了 很沒禮貌 知道了嗎 欸 要你管 你不要咬了 我認真的 很沒禮貌 很沒禮貌的 好啊好啊 我知道了 還咬 我錯了心了吧 大哥大 所以 到底誰是哥哥 我搞不清楚了 而且他這個遊戲的步調 雖然才玩一下一下 可是我覺得他的步調比較 慢一點 結果我現在 很希望能趕快找到存檔點 只是我 我 我現在 最想要做的事情 從窗外可以看到一直下個不停的大雨 又怎麼了 不會很多回憶吧 不然是說很期待說會嚇到我之類的 怎麼了 雷 打雷了 還有什麼可怕 還有什麼可怕的 睡覺 好困 我睡不著 請 欸 我能去你床上睡嗎 不要 喂 等等 欸 結果他應急 你這 別說話 睡覺 你上來可以 別抱著我行嗎 我害怕 不說了 困死了 這是比雷龍嗎 兄弟的 兄弟之間 我 我應該沒有 沒有看錯吧 這是恐怖解謎 不是嗎 沒有灰塵的壁爐 喔 先頂一下 所以那天 母親送了熊布偶 小時候 和青一起玩著 以前我一直談不好他 事情慢慢教會我的 塞滿了我和青的衣服 都是一樣的 卡住了 呃 因為沒有存檔 點 我 我 我探索了 不管了 要不會死掉吧 得到的木塊 呃 略 略為堅硬的木塊 好 那我出去 這麼晚就不要出去 欸 這個 柔軟的熊布偶 有被縫過的痕跡 但是縫刃的技術 可真不怎麼樣 這剛剛也讀過 青的床已經很久沒有躺過的痕跡了 青不在的話 連睡覺我都會害怕 青 已經十二點了 噢 我剛剛就在想說我的床會不會是存檔點 奇怪 房間怎麼突然變冷了 感覺有點毛毛的 還是去睡覺吧 晚安 有點 我是覺得有點詭異詭異 AAB 好像他在教他怎麼彈琴 上次我彈錯了十二次 這次只彈錯了十一次 那還不是一樣 你的指法有些不對 看我的手指 這邊好像沒有很重要 稍微快速的彈 跳過這樣子 他說現在你比較適合彈一些慢的曲子 比如月光 好熟的名字喔 一會兒教我彈 我一點下突然自己彈吧 總之先休息一下吧 畢竟彈了一個早晨 哇 先不說這個了 你餓了對吧 你怎麼知道的 因為我也餓了 不愧是龍爆胎 一個餓了 另外一個也餓了 而且他睡覺是沒有蓋棉被的 這樣更冷 我睡了 有多久 應該還 應該還是十二點吧 我們再存個檔號 我們可以出去嗎 可以了 這是 什麼味道 打不開 而且這裡有血耶 有些枯萎的盆栽 我 我一定要跑 我稍微看一下 而且那個紅紅的一定就是先叫我去 好吧 我們先去好了 一張模糊的製條 普通的洗衣機 這誰 外婆 外婆 外婆掛了 這 這究竟發生了什麼 我要追逐戰了吧 我最怕追逐戰了 什麼聲音 浴缸好像很久沒有清洗了 電源箱上張滿了血跡 大量的血跡 馬桶上沾滿的血跡 不要看了 大量的梳洗用品 普通的洗衣機 噢 等一下 我們先存檔 我好怕啊 回存檔點就這一個吧 我自己剛剛來過 它是鎖住的 欸 放我出去嗎 這是什麼 這些製機 輕 打不開 畫著一個站在河邊的女人 陽台的門 被從另一側給防守了 我都不能進去欸 那我們下樓喔 書籍很不自然的擺放在這裡 裝飾用的假花 沒必要出去 沒必要出去 喔 這裡是出去啊 看不太出來 粉紅色的花 好多書喔 而且很多地方是沒辦法進入的 書房底下 我有點害怕 少保不知道為何放在這 可能只有那間可以進去了 樓下沒有存檔點嗎 而且等一下等一下 對不起喔 我回去一下 這一個很奇怪欸 為什麼這個是 這個燈 這邊是正常 這種燈 不一樣的 一個不知道是什麼東西的雕像 擺放著大量的圖書 書圖書 裡面有一本叫做怪物公路的童話書 這個故事小時候和親一起和 欸等一下 這個故事小時候和親一起提媽媽講過 是一對母女在公路上迷了路 然後遇到了一個怪物 在他們遭遇到怪物無盡的折磨後 母親捨身保護女兒 自己卻犧牲在怪物的手上 一個非常非常悲傷的故事 發現她的回憶有點多 媽媽 世界上真的有怪物嗎 放心啊 即使真的有怪物 第一個一定就先吃掉羞的 欸 親 別嚇唬弟弟了 世界上沒有怪物的 我不相信 有可能 怪物就藏在我們中間喔 有可能是身邊最熟悉的人 然後稍微不留意 就把對方吃掉喔 嗯 媽媽 哥哥要吃掉我啊 哈哈 親 別嚇你弟弟了 他膽子小啊 好了 時間不早了 乖乖睡覺吧 媽媽 媽媽 真的嗎 真的喔 喔 等一下 修是弟弟 欸修 我是修嘛 對啊 我是修我是弟弟 而且 為什麼床 我剛剛是覺得說 他現在的床的擺設 剛剛外面不是哥哥嗎 怎麼現在變成說 我是睡在外面 這是不是一個 扶筆呢 大主已經點不亮了 底下的書櫃好像缺了一本書 OK 可能要找書之類的吧 某本書中間夾縫中有一張紙 四十收養證明 編號079 叉叉去叉叉街的 制康夫婦收養的兩名男嬰 年齡兩歲 精審查 情況屬實 特此證明 收養人的姓名 制康百惠 性別男女 出生年月 狀況已婚 現有指引領 呃 住民兩名男嬰 因父母車禍 身亡後 性存下來 被發現 十七度的腦震盪 哦 所以他們兩個是 被收養的欸 而且這裡 目前是小一本書 所以我們是要去找書 我們目前是只有木塊了 誰呢 我嚇到 對不起 那個我 欸 好可怕喔 我剛剛 對不起 我也是嚇到 只想要存檔而已 啦 我剛剛 哎唷 箭頭 箭頭 要去哪 現在要去哪裏 現在要去哪裏 嗯 嗯 也不要出去 我很想出去 你知道嗎 嗯 那我們現在 我不知道我現在要去哪裏欸 回去這裡嗎 是 是 剛剛讀過啦 哦 這剛剛也讀過 嗯 那我們到二樓 再去探索一次好了 因為樓下的那個 那個 的那個什麼什麼 的門都進不去 搞不好哪裡就突然打開之類的 恐怖遊戲就是要做整的 可是我超害怕的 不行 不行不行 我覺得 有存檔墊 我就會一直想要存檔 陽台的門被三顆螺絲給叮死了 嗯 嗯 它這邊也是 這邊是卡住的 那我們又不能 用木塊把它敲開 應該是不可能啦 那我們再回來 看外婆 外婆 外婆你還在吧 地上好像有什麼東西 得到外婆房間的鑰匙 OK OK OKOK 應該沒有什麼 特別的東西了吧 拿到鑰匙呢 一定要存檔 這是我的習慣 如果我沒有存檔 我一定會瘋掉 重點我不知道外婆的房間在哪 這一間嗎 不是 打開 房門打開了 叫不出名字的旗幟 外婆的日記 好我們讀一下 差月差日 餐廳的那一塊屋子 真讓人傷腦筋 究竟是誰幹的 也許又是親那個孩子吧 比起這個 廚房又上角那片牆壁 似乎蓋化了 這才讓人傷腦筋的事情吧 不好意思我按太快了 親那個孩子真是 是越來越不懂事了 好不容易洗出來的衣服 就給弄髒了 那孩子真是的 還對著我的女兒咆哮 真是太過分了 也許女兒當初真的做了個錯誤的決定 餐廳的鑰匙給我保管 但是誰看見人偶屋的鑰匙了呢 上次修理牆壁時就不見了 所以奶奶她是有餐廳的鑰匙 放著雜物的櫃子 探索 得到了抹布 好 整理的很乾淨 有些枯萎的盆栽 來 花瓶中似乎有什麼 喔得到餐廳鑰匙 OK 那我們現在得到大量的東西 不要嚇我好不好 欸 等一下 我看到 我看到 外婆 喔我是馬馬 我也是外婆 不行我要存個檔 不行我要存個檔